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真实的在诸佛菩萨金刚三世面前 这个就是菩提心 然后守抄菩萨的学处 那么菩萨的学处又分为愿菩提心的学处和行菩提心的学处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讲到行菩提心的学处的 这个就是六度里面的智慧度了 那么智慧度有三个 前面的话第九四个修法 帮外境如闷如画 然后第九十一修法就是分析设法和这个心法都是空心的 那么最后得出结论 今天蒙观修显中最后的一个修法 就是第九十二修法 安住于离边中观之意中 通过前面第九十修法 我们九十和九十一都是 这个就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这个分析得出这个最后空心 那么第九十修法 光外境是如闷如画 那么光在外境的内心自然也是虚昏不实 只在能所消亡的境界当中安住 那么再通过九十一修法 分析设法是空心 分析心法也是空心 因为一切万法可以分析 可以按而分为设法和心法 以此不出能说二边 而按住于离边中观之意 那么通过九十和九十一的这个分析 最后九十二是一个结论 按住于离边中观之意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说要契入这个离边中观的话 就是祈祷善事三宝 修善事一家 自己的心跟善事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 也可以安住于这种境界当中 那么这个要有弟子对善事有征服办的信心 然后善事是成就者 通过不断的祈祷善事 依靠善事的加持而驱入这个境界 那么通过前面的修法的分析 安住最后在这个修法当中是真实的安住 也没有什么分析的可直接相似的安住 在这个境界当中 前行的话也是皈依和发布的心 正行啊 声不动摇 语不说话 心不分别 声口一三门 一字安住 那么这个时候 外境的一切显现 不管是你听到的声音 还是眼睛看到的设法 那么虽然在六根前不灭 但是执着外境的分别念熄灭了 表示外境都是虚幻不实 分别念不跟随它 不执着它 也不去分别它 那么当一切分别念完全消失 没有任何执着 那么内心的观明部分 就会显现出来 内在明空清澈的觉性 灭尽一切执着戏论 中间无有身心所依 而自然显现法性 鱼如虚空般的明空觉性 不可失忆的大智慧 离异中观之真如心中 来自能安住之间 一字入地 那么这种境界 没有执着 显现不灭 不可失忆 不可言说 语言道断 心形出面 那么能够安住多久 就安住多久 那么我们这个就是 假如这几个修法连在一起 这个就是可以弃弱 但是我们隔得比较久 大家这个就是可以通过前面 90修法和91修法的这个串洗 然后再弃弱92的这个境界 那么在这样 最后再显现 如闷如幻当中回向上根 总的来讲 显中部分的92个修法 到这里就高一纲落 不过我们还有个七字供的修法 在大圆满洗洗修洗里面 是放在发普利先前面 七字经章 讲了七字供 而我们前行这里放在后面 30余加奖 据说在祈祷 三十之前做七字供 那么这里92个修法 最重要的就是前面观修 前面的共同加行部分 这个也是最重要 在相续中 真正的生起无尾的处理性 然后要反反复复 观修十种厌世性的修法 那么后面大概 一个学期的时间 尽量观修 共同前行 从第一个修法 到五十个修法 这个 这样五十多个修法 按次第 每个星期再有一个修法 尽量参与 十修 那么真正在相续中 升起无尾的处理性 那么我们这里 这个就是回向上根 再真实的来观修 苏人的一太家子八年 土雷尼布扎冷派四家 解开了解我能吃八亿 直比处理 祝我祝我修 还是一种 我孟以赶祝我 我孟以赶祝我 我孟以赶祝我